先恭喜FPX朱雀获得了本场比赛生意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迪宝猫猫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VQ的迪宝 大家好 我是猫猫 欢迎两位 两位看起来还是比较冷静 我们在下面已经不行了 SU里面反复横跳 有惊无险地拿下了今天的胜利 先分享一下心情吧 迪宝刚刚拿下的四抓也翻盘了直接 我们下来的时候有点太激动了 现在把情绪激动完了 我情绪刚刚就是上来的时候 已经拳头抒发了 现在比较冷静 那我们可以冷静地复盘 那问一下刚刚在下面 我听到那个叫声非常大的猫猫 就我在最后一把的时候 我开始前半段听到你们备战间 没有人讲话 然后后面突然开始高喊说 这把又四抓了 是谁开始带头喊的 好像一块能看出来 就一块说的 是在哪个地方呢 就后面第二波救人的时候 打了个双宝 想问一下迪宝 迪宝你当时掏出来记录员的时候 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是觉得说针对到了对面的哪个点 还是你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没有 本来记录员这个东西我们想的是 因为当时我想的是 好像记录员掏出来也好像不太好翻 要不留到下一次比赛吧 然后我们的教练那个面上说 可以可以能打能打 能翻能翻 记录员掏掏掏掏就行了 然后我感觉他比我都相信我的记录员 教练今天晚上回去得加基特 因为确实翻了 可能说你觉得可能要藏一手 但今天真的是拿出来证明了你们自己 那你觉得你在那一把记录员 你是哪个地方滚雪球 开始滚得越来越大呢 因为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觉得 这把好像是那种能翻的节奏 你当时怎么想的呢 觉得是从什么地方开始 就是那波佣兵倒了以后 我就感觉好像要厮杀了 要厮杀了 那个地方就已经有感知了 包括他们在地下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哇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惊喜 而且就是两边的状态 其实有看到在进行一个调整 包括低保 你可能说在前面两局 可能是以稳为主 然后最后一把的时候是直接翻盘了 相信大家也很开心 那也是经过了咱们的一个休赛期 问一下猫猫 这个休赛期你觉得 有哪些地方进行的调整 今天拿到了首胜 就可能变了更多的冷门角色 可能在后面的比赛会拿给大家看 是的 现在才是第一周嘛 也是你的第一场比赛 相信在后面可以看出 你们拿出更多的配合 还有阵容 今天在第一局结束的时候 有看到你们求生者 就是跟对面在喊话 隔空喊话 当时好开心 下去的时候也好开心 是喊了些什么 就说安逸打得好 打得好 虽然说在不同的队伍 但是也是各自发光 是这样吗 确实今天也是带给我们的 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再问一下低保 低保今天觉得 自己的这几把发挥 哪一把的手感更热一点点 第三把吗 我自认为还是第一把 第一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第一把的话是 就主要是第二把的话 有点急后面 然后第三把 说实话是看着打 就 就是反正就是奔着自杀去的 论 论状态和手感的话 我觉得还是第一把的 状态好 当时第一把 我觉得有一个闪现震慑 当时在脸上修计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我看到他回头了 然后我就想回头震慑他 因为我觉得 他肯定是反应不过来的 被拿捏到了 今天确实也是 在每一把结束之后 有看到你们进行一个积极的调整 在最后一把的时候 拿到了这样一个绝地的翻盘 那今天也是咱们拿到了首胜 对于之后的比赛 有没有什么小期待 可能说上个赛季 并不是拿到了你们 非常完美的一个理想成绩 那这个赛季 咱们重新来过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汪汪 感觉还是要好好调整 然后先进个季后赛吧 先进个季后赛 好的好的 两位非常的谨慎啊 好的那也是 感谢来到我们的采访期 期待你们在之后越来越好 那也是再次恭喜 FPX朱雀 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 最后让我们再次恭喜 今天获胜的三支队伍 成都GD 斗舞和FPX朱雀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 交还给解说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